台北的來歐客航空空走 我剛才差不多是十一點十八分 因為這條電 在宿舊南街 陽光街 水公路 水烏路附近的總共有六百五十五個 失電 經過秋秋第三分鐘來開學五星 那我剛才差不多十二點半時是開學正常 經濟部長過地區表示 這和缺電是不関連的 是跳電不是缺電 我們發現很多像這種跳電 就是說它有一個趨勢 就是說可能人比較多的地方 或者是突然間增加很多人的地方 或者那個設備比較舊 警察部長過地區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十八才起十一點十八分 來歐客航空空發生因為整山跳起 在宿舊南街 陽光街 水公路跟水烏街那一口而已 通常六百五百五個停電 台電過去現場受理 三分鐘來回合共電超過五次 十一點二六分全報回合共電 來歐客航空空是專台灣科技 很重要的地方 有主信 通信產業 每週企業的 發動心 總部 技術 學務站都在這裡 導致電商品大場 尤其他台灣分公司也在這裡 當時那創白人 會在台灣庫大島主 不過他也煩惱說 AI超級電腦 主要有夠電力 是不會到十八 來歐客航空空就發生電力的問題 科學園區 因為他們的電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科學園區是不會跳 我們現在已經趕快馬上去去同樣地區 開始去檢查 那趕快去做這個維修 貴定會強調說 來歐客航空空空停電是跳電 不是缺電 台電表示 來歐停電 像是因為地下電纜至頭過中 已經把過中的設備換掉 正常現在也會做立方式的順路減走 不過電力設備要是因為天氣 設備維護 太久重點的因素 南北會發生過中和市電的情形 居家中和報道